郭文貴議員 好 院長 各位委員 來不及做廣泛討論 利用這個時間來針對這個題目 表達我個人的看法跟憤怒 我不知道我們今天主席 為什麼急著要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今天把這個法案通過了 全台灣的農地都要遭殃了 全台灣那些在農地上的非法工廠 不知道要污染多少的農地 這是一個多麼嚴肅的問題 到了選舉 民進黨為了選票 就做一些讓子孫蒙羞的事情 剛才不管有人講 這是3.8萬家非法的工廠 或者是6萬9千家或者13萬家 我們就簡簡單單的 用3萬8千家好了 我們將近有1.4萬公頃的土地 就這樣子的就地合法 污染我們其他的農地 各位 以工業區最便宜的地價 一瓶簡單算8萬塊好了 1.4萬公頃就是3.4兆 各位 1.4萬公頃就是3.4兆的錢 讓這3.8萬家的就地合法的所有全組 送給他們3.4億 各位你知道一家就地合法以後 一家工廠可以拿到多少錢嗎 至少平均下的是9千萬 多少人辛辛苦苦 不要想9千萬 賺9萬塊9千塊都很難 今天我們偉大的蘇院長 送來的法案 我們偉大的立法院蘇院長讓他通過 就地合法 這個有天良嗎 對得起我們全台灣的老百姓嗎 免費到了選舉就大量的用政策買票 各位這個很多的錢 一張票很貴 更貴的是讓我們痛心 我們的土地就被污染了 民進黨口口聲聲說什麼正義 到了選舉 蔡英文 蘇貞昌 跟我們主席蘇院長 聯手起來欺騙我們的老百姓 用政策買票 今天是土地正義 以後民進黨沒有資格再去講土地正義 蔡英文你是很丟臉的 謝謝會委員 不過跟會委員報告 立法院是何一致 不是我講通過就通過 不是我講通過就通過 是要院會通過才通過 不是我個人說這個法案通過就通過 下一位我們請王委員裕民